年中在一年结束的时候 我们办一次大型的步道会 这些都可以值得参考 步道的一个按时间来分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 第二种是不定期步道 不定期步道 比如说特别步道 或者是机会步道 这些都是不定期的 突然来的步道 我们不要把步道把它辖制的范围太小 只有那些定期的步道 其实有很多是不定期的 很多是不定期的 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 来做这些不定期的步道 那这不定期的步道 大部分都是个别性的比较多 个别性的 第五个按照对象的区分 我们有老人步道 父女步道 儿童步道 或者是青年步道 按照年龄来分的 按照年龄来分的 这些步道都是因为按照年龄 所以讲题都比较 有一个目标 不会说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这些讲题都是比较属于中性的 那如果能够把这对象区分出来的话 我们的讲题可以随着这些对象的不同 那这一种造就可能会就比较大一点点 这是步道的类别 我们刚刚讲的五种类别 按照方式 按照地点 按照工具 按照时间 对象来区分这个步道的类别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时代的步道模式 因为福音的工作是从新约开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时代的一些步道模式 也可以让我们做在步道上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步道法 第一个它是像撒玛利亚妇人的步道 撒玛利亚妇人的步道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里看到主耶稣和撒玛利亚人的步道 撒玛利亚本来是和犹太人互相往来的 所以有一次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来到了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 不接待主耶稣 对不对 在路教文第九章 可见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真的是 不喜欢 那你看主耶稣竟然能够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而且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相信 来相信 并且让撒玛利亚人都称耶稣是什么 救世主 你看主耶稣像他怎么步道呢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第七节 四章第七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主耶稣遇到他的第一句话 请你给我水喝 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 难道主耶稣真的要喝水吗 是不是 难道主耶稣真的口渴要喝水吗 不是 这是一句什么话 一句跟他交通的话 没有这一句话 就没有一下子那一些话 为什么主耶稣说 请你给我水喝 因为他观察到这个妇人来做什么 来打水 所以他知道 要跟他聊天 继续聊下去的话 就是要跟水有关系 要跟水有关系 所以他在跟他讲 请你给我水喝 那这个妇人说 怎么可以呢 我们是妇不来往的啊 你怎么要向我一个 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这就问题出来了 所以主耶稣就把问题丢给他 主耶稣把问题丢给他 就有话题 没有把问题丢给他 就没有话题 没有话题的话 就聊不下去 聊不下去的话 耶稣就没有机会 把这个福音见证给他 所以一个犹太人是不可能 像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的 为什么 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 是不能共用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 这个杯子撒玛利亚人喝过了 犹太人绝对不能用 犹太人喝过了 撒玛利亚人绝对不能用 不能共用一个器皿 那这个器皿是 撒玛利亚妇人拿来咬水的 主耶稣说你打水给我喝 那撒玛利亚不能明明知道 是犹太人啊 你怎么可以叫我打水给你喝呢 所以他就觉得奇怪了 这问题就来了 就开始问了 一问一动 一问一动 问到后来呢 我们看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泊水 你若知道我是谁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 所以耶稣的步道方法 就怎么样 先怎么样 先拉关系 先拉 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本来是不不通 不不来往的 现在也听到 讲起话来了 为什么讲起话来了 因为主耶稣把问题丢给他 他觉得质疑 就问了 主耶稣才有机会回答 一回答又丢问题给他 他又问了 又丢问题回答 就这样一来一往一来 后来就跟他讲 如果你认识我是谁 你早就求我 我早就把活水给你喝了 那这个问题又有问题了 怎么活水呢 你有活水 为什么要向我要水呢 你都有活水 为什么要向我要水 主耶稣就跟他讲 什么是活水 什么是活水 然后就讲到拜神 然后这个撒玛利亚问 拜神 我们的祖先说 拜神要在山上啊 主耶稣说不是啦 神是个灵 拜神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我就一步一步的引导 那一步一步的 他引导到什么 引导到神是谁 引导到什么 引导他 知道原来耶稣就是救主 那个时候 他好高兴 就把那个 本来要装水的水罐子 丢着走啦 跑进去 我看见了基督 我看见了耶稣 我看见了弥撒雅 就介绍给所有 撒玛利亚成人都知道 后来那边的成人 你怎么样 相信主了 相信主了 所以这种步道法 是一种非常好的 找问题丢给对方 我们知道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然后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丢另外一个问题给他 让他有一种想要知道 想要知道 后来就把耶稣介绍给他 耶稣一介绍给他 主耶稣会做工 会动工 引导他的脚步 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 向撒玛利亚布人的步道法 第二个呢 我们要读第三章 向尼哥迪姆的步道法 我们看第三章的 第一节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哥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私物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我们看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同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这一次用什么方法 开门见山王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尼哥迪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渴慕道理 他知道耶稣行神迹 是从神来的 所以就不用在那边浪费时间 直接跟他讲 如果你不借着 谁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如果不从神了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那尼哥迪姆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重生 他还以为是要 躲进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 主耶稣才跟他讲 你若不从水和圣灵生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所以这是一种开门见山法 为什么 因为是他来找他的 是尼哥迪姆来找主耶稣的 而且他已经知道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了 他也知道说 他所行的神迹 所以如果没有神同在 没有人能行 可见尼哥迪姆已经对耶稣有某一程度的论识 因此怎么样 开门见山讲 要重生 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国 这是第二种开门见山法 第三种 我们看路加文音的十九章 请看第一节以后 这里是讲到税吏撒盖 税吏撒盖 我们看这个 第五节 十九章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盖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你看 他对撒盖的文工作是什么 文策略是什么 孤单的模式是什么 这不是开门见山 这什么 指导黄龙 就到那里 到他家去 叫他下来 不客气的 为什么要客气 因为我是要恩典给你 所以他说 今天我必到你家去 今天我要到你家 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 今天我要到你家去 所以 那个撒盖就吓一跳 他怎么知道我叫撒盖 他如果知道我是撒盖 他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是个罪人 是个税吏 是个罪人 所以那个撒盖就吓一跳 也很高兴 所以说 竟然要到我家 不到别人家里 他这么看重我 所以他就想 我要把你犯的财产 送给穷人 我以前 向人讹诈的 我要还他十倍 所以 这个撒盖的钱 是不是都是讹诈来的 不是 他如果都是讹诈来的 他怎么有那么多钱 给一半先给别人 然后 额诈人在一块 要还他四块 所以他的钱不是完全额诈来的 他本来就是很有钱 那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呢 因为主耶稣 已经到他家 救恩离到他家 所以如果 我们能够 就一个人 脱离 这个罪恶 我们就能够像 这个撒盖一样 看得到 像这一种 愿意牺牲奉献的人 就指导黄楼 马上就到他家里面去了 因为主耶稣了解 知道 撒盖 再来第四 我们看约翰误音第五章 第二节 约翰误音第五章第二节 这里是主耶稣 向这一位生病 三十八年的人 传误音 呼道 我们看这个 第六节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全域吗 这什么 引诱法 引导他 他一定是想全域的嘛 但是他就是 不认识耶稣是谁啊 所以主耶稣问他说 你要全域吗 那他当然要全域啊 可是他找不到办法 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他说水洞的地方 水洞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去啊 我在那边已经等了三十八年了 因为那里有一个传说 那个池子 必是大池啊 水洞 第一个进去的人就能够得医治 三十八年来 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已经快绝望了 所以主耶稣才问他说 你要全域吗 我们看见一些病痛很久的人 受苦很久的人 他都希望全域 所以我们可以像绝数一样 引导他 你要全域吗 他想要全域 但是他找不到方法 唯一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救他 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 第一个下去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主耶稣就跟他讲 我们看第八节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 走吧 我们要怎么办 引导他来见耶稣 耶稣会叫他 起来 拿着你的路子 走吧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寻找那一些 没有盼望 又想得全域的人 尤其是落在患难当中的人 生病了 遇到困难了 逼迫了 家庭有困境了 我们去找他 问他说 你要全域吗 要的话 来主耶稣这边 主耶稣会叫你 拿着路子 走啦 各位平安 这是主耶稣第四走 路大法 第五个 我们看路加文 二十三章 三十三节 路加文二十三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 这里是记载 主耶稣向定十字架上的罪人 传无音 我们看这个三十九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就自己和我们吧 四十节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四十一节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做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四十二节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业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四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这一句话 也是耶稣顾到的吧 他对这一个懂得悔改 虽然是做那一些 不恶不做的 过患的 定在十架上的患者 但主耶稣怎么向他步道 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所以 我们在步道的时候 不要先入为主的观念说 这个人不会接受我们的 也不要认为说 这个人做那么多坏事情 最好不要来信耶稣 耶稣有没有 有没有拒绝这种人 没有啊 因为他还没有重生过啊 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 神说我们不要偏待人 所以连这一个定十字架上的罪人 这十二骨色的 要定十字架的 连主耶稣都跟他讲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只要他愿意悔改 我们教会应该都要接受他 应该都要接受他 教会就好像乐园一样 今日你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 教会就是神的罗 第六个 像马太 你看马太文第九章九节 马太文第九章九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坐在碎关上 就对他说 你来跟从我 他就起来跟从我 跟从耶稣 这个是耶稣更干脆 你来跟从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统里面有个 你来信耶稣 你来信耶稣吧 这个圣灵动工的 也有人信耶稣 我就因为这句话 让一对夫妇来信耶稣 那是一场步道会 在校园里面的步道会 那我是正道者 我讲完道理 讲完道理下来之后 那个师班再唱诗 那我下来之后 就看到一对夫妇 年纪蛮大的 大概六十岁左右 夫妇 这个前一生是大陆人 太太是本地人 当地人 然后下来之后 我就看他们两个坐在那边 我就过去坐在他旁边 我就跟那个老先生说 这个先生 来信耶稣啊 信耶稣不错啊 是啊 我知道信耶稣不错啊 然后我就把他的柱子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 他真的就来教会了 一直到他受刑 这样大概一年 他信主大概三年了 没有三年 两年了 2001年的10月 还不到两年 还不到两年 到现在还不到两年 这一句话 信耶稣啊 信耶稣不错 他竟然就来信耶稣了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 真的体会到主耶稣叫那个马太 马太啊 来 跟从我吧 他竟然能够丢的 就跟从主耶稣 真的啊 所以 当之一言也有意 说不定你看到他 你就很亲切地跟他讲 来信耶稣啊 这一句话 也能够救很多人 真的能够救 你讲这句话 又不会损失你什么 不会损失吧 但是你看 来信耶稣吧 说不定他心里 早就想信耶稣 只是没有一个人 引进他来信耶稣 你这么一句话 就引他来信耶稣的 这是主耶稣的步道法 再来 第七个 比较特别的 我们看马可文 第五章 三十节 马可文第五章三十节 这里是记载一个 犯十二年血肉 受苦良多的妇人 加这个妇人 那这个妇人很可怜啊 很可怜啊 很可怜 他把所有的 继续都花光了 把所有的 继续都花光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啦 但是他有听到 耶稣的信息 他有听到 耶稣的信息 所以他都怎么样呢 他有信心的 想说 我没有看到耶稣 我也不用求耶稣 我有信心的 只要摸到 耶稣的依障 我就能够得到 全力 那他的意思 只是得到全力哦 只要病得医治就好了哦 但是主耶稣 却要他什么 却要他不只是 病得到医治 还要真正 进到信仰里面的 所以他怎么说呢 我们看 这个三十节 耶稣顿时心里 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重灵中间 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他的步道是什么 不只是病得医治 要让他知道 你为什么得医治 你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步道 过程当中 不要说 不要只是 让他知道 信耶稣很好哦 信耶稣这个病 会得医治哦 得平安哦 是没有错 但是更重要的是 让他知道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 是天上神 我们要的 不只是 我们肉体的平安 我们要的 还是什么 还是要在心灵上 有将来的犯况 所以你看 那个女人 知道了 就站站站站站站地 趴在耶稣跟前 拜她 拜她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耶稣就跟她说 女儿 你的信 救人 这个信 不只是摸耶稣 衣裳的那个信 因为摸了已经好了 这个信是什么信 认识耶稣基督 是救主 是神的信 救他的不只是肉体 还是什么 将来的灵魂 所以在步道里面 我们不要忽略了一点 就是救人灵魂的大 不只是救人肉体的大 另外一个也是很特别的 我们看马太文15章 21节 马太文一的15章21节 这是一个迦南富人的信心 这个步道 比较特别 非常特别 用什么 用鸡匠法 鸡匠 你看他 主耶稣怎么说 不行啦 怎么可以拿 那个 给儿女吃的 饼丢给狗吃呢 把他当成是狗啊 没有这样 激的话 就激不出 他的信心和什么 很谦卑 有时候我们看 步道的方法 也要改变 这个人 是需要 我们用什么方式的 像主耶稣 激这个迦南富人 为什么要激他 因为迦南人 本来就是不能领受 在当时 没有机会领受救恩的 但是主耶稣 这个机会来激他 让他 更用谦卑的心 和信心来领受 后来 他真的 便利 领受主耶稣 的这个 激怒 他就能够得恩 所以28节这么说 耶稣说 富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造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的 这种激将法 是激出他的 大信心 这些都是主耶稣 在 福音工作时候 所用的这个 步道法 我们可以参照 再让我们看 保罗的步道法 保罗的步道法 它是属于一种 叫广泛的 广泛的 比如说 保罗会在众人面前 这么大 保罗在众人面前 这么大 保罗也会进到 个人家里 来步道 保罗也曾经在 外邦人的 庙宇前 来步道 雅典 就是在 十对行传 十七章 所以他的工作性质 是广泛的 只要 能够将耶稣的道理 把他讲明 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什么对象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这是保罗的步道法 再来是 安德烈 带领的哥哥 西门底德 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35节到42节 首先是安德烈 盟主耶稣的选招 然后呢 他就来找他的哥哥 我们看40节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41节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 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他 带领 这个 他的哥哥西门 来信主 很简单 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 我们遇见弥赛亚 我们遇见基督了 就领他去见耶稣 领他去见耶稣 很简单 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救主 我们看见了基督 这个带领方式 也很简单 第四个 弥赛亚带领拿单烈 也是同样这一章的43节到51节 这一段是弥赛亚带领拿单烈 他的方式和安德烈是类似的 但是拿单烈不相信 拿单烈不相信 徽律说 你来看 不相信你来看 所以有人说他不相信就算了 不相信你来看 你看我 你看我们的教会 你来看这个部导会 你来参加一次看看 这种方式也把拿单烈 也带到主耶稣面前 带到主耶稣面前就没问题了 就是有问题 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主耶稣没有简简单 但是如果 我们连带都带不到主耶稣面前来 那就问题在我们了 所以你看这个安德烈 带他的哥哥 和这个菲利 带这个拿单烈 他的朋友 都是同样的方式 就是你来看 我已经遇见弥赛亚了 不相信你来看 我们就把这个工作 给主耶稣来带 这是新约的这个 这个 部导法 包括主耶稣的部导法 包括保罗的部导法 安德烈的部导法 和菲利的部导法 那我们来思想一下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 部导法的类别里面 在我们这个区域 这个牧区里面 我们可以用哪几种 大家想一想 我们可以用哪几种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 我们可以用哪几种 那我们探讨一下怎么用 怎么来用 我们要发展这个工作 发展成功 一定要先知道我们这个区域 把它勾起来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这个个人部导可以吧 没有受识党 大众部导 在会堂里面 室内的大众部导 小组的福音聚会 可以 家庭的福音茶会 那我们的工作范围很大 室外部导就不行了 国内外部导这不用讲 校园部导呢 社区部导 竹家部导 竹家部导可以吧 我到你家去坐一下 谈个话可以吧 文字部导 花传单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有的不容许 不容许 那展开 师哥部导 室内可以 我们这边有师班长 讲道部导当然可以 电视部导 不可以 这个 探朗部导可以 建政部导 那你看我们还是很多种可以做 还是很多种可以做 所以我们要计划 计划来做 计划来做 有计划性的来做 我们回去之后 大家计划一下 现在目前在这里 比较容易做 家庭的福音茶会 家庭的福音茶会 我们可以尝试的回去推广看看 家庭的福音茶会和小组的福音聚会 这个小组的福音聚会是从家庭的福音茶会来 福音茶会有了基本的木道有了 就把它带到教会来 那教会就把它集中 把它集中 把它集中之后 就能够做小组的福音茶会 小组的福音茶会就把它集中起来 我们用系统性的来讲课 讲课内容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总会所出的 寒寿课字的那六册 或者是 没有 没有啊 认识真神 认识基督 认识圣灵 认识教会 认识教义 还有一个 认识 认识什么 奇怪 六个都会少一个 昨天晚上也是少一个 认识圣经 认识圣经 这六册可以 用上课的方式 一次讲一点 每一册都有四课 每一册都有四课 六册到二十四课 一个礼拜讲一课 他就有系统的了解 那都有教材的 一定有 福建一定有 一定有 那我们就可以把 家庭的福音茶会的成员 你一个家庭带一个就好了 两个家庭带一个没关系 几个家庭就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 那我们就三个 如果人数不够的话 初信者也可以来参加 如果再不够的话 老信徒想参加也可以来参加 因为这是用系统性的上课 什么时候上 安息日下午聚会后 我做过就这个 都安息日下午聚会后 那这种成效会比我们 急重步道成效还要大 成效还要大 或者是 礼拜天早上 每个月一次也可以 每个礼拜一次也可以 这我们 是我们现在需要来定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到这种系统性的这个步道 比我们好像在打游击一样 这边打一项那边打一项 都没有看到 那一种会更好 那这个小组福音聚会 小组福音聚会有一个模式之后 有一个规模之后 我们再进到什么 大众步道 大众步道 大众步道就是 小组的福音聚会 有了一个成长之后 我们就来一个大众聚会步道 大众聚会有几种 一种是诗歌的诗歌步道 一种是我们讲道步道 这两种在会堂里面 那就用在大众步道的 这一个场次里面 来鼓励他们受洗 因为他们对基本道理已经有认识了 所以他们只要有信心受洗 就能够接受吸 就能够接受吸 这是一种类别 这一种步道法的类别 步道法的类别 家庭福音聚会 我们可以几个家庭做一个单位 再来就把这些基本的目道友 愿意的话就请他到教会里面来 来做小组的福音聚会 小组的聚会 那小组的聚会我们是有系统的 我们不用准备的 因为我们不用去想的 因为已经有这个教材了 如果我们有时候就拿教材 就按这个教材来上课 很清楚的把这些基本道理来告诉 那一些目道友或者是初信徒 让他们在属灵的道理之上慢慢成长 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教会所举办的灵音步道会也好 或者是大众的集体步道会也好 我们就鼓励他们有信心的来接受洗礼 因为我们已经对他有一段时间的栽培 道理的一个灌输 他对基本道理都很清楚了 现在少的是什么 少的是信心 然后集中步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祈求圣灵 或者是小组福音朝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祈求圣灵 他领受圣灵了 他自然就接受了 我这以前有跟李旺传道聊过天 他跟我见证说 他本来是外教会的 在外教会神学院念书 他是外教会的信徒 后来到那个我们教会里面来 他刚听见道理的时候也不错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 什么时候才接受的 到福建区 就到清汤到罗上去打 得圣灵了 就接受了 得圣灵了就接受了 所以你看家庭福音朝也好 小组福音聚会也好 这些都是在道理上造就 然后再加上祈求圣灵 当他领受圣灵的时候 他就给你接受了 那这个福音的工作可以一步一步 这样往外隔壮 当然这个家庭福音步道 家庭福音茶会 是比较轻松的 大家聊一聊 那还是要去邀请福音朋友来 那聊的过程当中 我们至少有教会的 这个长职啊 传道人啊 或者是一般教会的负责人啊 同工啊 至少有一个两个在那边 我们借着这个 家庭福音的这个茶会 喝个茶 聊一聊 把整个信仰 把他介绍给他 然后在引导他 来参加小组的福音茶会 小组福音茶会 大众步道 这就是这个步道的类比 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 有些教会 这个人数并不是很多 想要这样做 功能可能不够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个人步道 个人步道 个人步道就是主教步道 然后带领他 在教会步道会的时候 来参加教会步道会 这种方式也可以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个步道 一定要去推动 步道一定要去推动 我们不要坐着 等步道朋友来 我们要主动的出去 找步道朋友 好像主耶稣一样 主耶稣是 各臣各乡 游走各情各乡 保罗是游走各国 彼得是游走遍地 游走 不管是犹太人的会堂也好 不管是个人家里也好 不管是急重的广场也好 不管是这个 庙里前面也好 只要有人的地方 保罗都一概 讲论耶稣的道理 被抓到 见到里面 也是见证耶稣的道理 被带到王的面前 也是见证耶稣的道理 所以那个王下个钥匙 他说 你想招一劝就让我做基督徒吗 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 不管是多劝或是少劝 我的意思总是叫你去耶稣 不管是多劝或是少劝 我的意思就是要叫你去耶稣 你看 在王面前 他说要传福音 就知道 化被动为主动 然后我们去找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教会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什么规模的一个部队会 至少从零开始 只要我们靠一句 一定主耶稣同工 一定能够看到成果 那这种部队 一定会受到一些 技术上的一个困扰 或者是说 这个属原上的一种阻挡 一定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或者是不要 不要对说 主耶稣应许我们 我们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 祂要和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年 所以这个 关于这个部队的类别 和西约时代的部队法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那我们呢 在这个部队上 都知道一些方式 然后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方式 来做这个部队的工作 让我们的教会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人数多的话 就好办事 人数少了 就不知道怎么办事 至少 我们人数多了 政府也会怕我们吧 不是怕我们 讲这个太那个 会尊重我们吧 我们要 盖个会堂 它也比较容易在 人数的 多上面 占一些 好处 人数少的话 它根本都 不管你看在眼里 如果看在眼里的话 你想申请一个会堂的话 也蛮难的 蛮难的 所以 这个工作我们要先做 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要适合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把耶稣的道理传出去 这都是好方法 好方法 好 像一般人所说的 不管是白猫 不管是黑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一样的 不管什么方式 能够把耶稣的福音 传出去的 就是好方式 但是我们在不知道 什么方式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 从这些当中来了解 怎么去做 这是一个方法 那不一定要 完全按照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 可以依行的这个方式来做 这对我们 在步道的工作上 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好 那我们来讲第三个 步道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有各种方法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我们要做这些工作 要准备 在工作之前 要准备什么 要准备什么 第一个 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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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协调工作 交通工作和协调工作 我们不是要做这些工作 自己来做 不是 我们要交通 大家有共识 教会一定要有共识才来做 不然的话 做的人会做得很辛苦 没有人配合你 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算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工作很重要 那是我们知道 大家不一定知道 我们愿意 大家不一定愿意 所以在人的方面 第一个 我们要先交通 把我们这个步道的方式概念 跟我们的同工 来做一个 充分的沟通 这样好吗 除了沟通以外 再来就协调的工作 协调 我们怎么来做 用什么方式做 从什么地方开始做 这就协调 就协调 那个方式那么多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开始 这是协调 然后才开始来 做我们的一些工作 做我们的一些工作 那 有了这些 设定了这些工作以外 再来就要怎么样 发动全体信徒的祷告 发动全体信徒的祷告支持 还有读经 发动全体信徒的祷告 支持我们 还有读经 这样子 才能够 让我们所做这些 因为信徒的祷告支持 而看到成果 再来 如果我们已经 确定了这些 工作的方式 我们要确定 祷告的主题 节目的内容 留层需要的诗歌 这是要确定 还要确定见证的人 要去事先审核一下 见证的内容 因为信徒的见证 有时候是 不完全是 这个合乎道理的 我们要事先 把见证者的内容 过滤一次 然后 有造就性的见证 我们在见证会里面 可以 请他见证出来 这些都是要在事前 做好准备的 再来是 主领人员的心理 身心的准备 主领人员 我们这个部道 也有没有注意 不管什么部道 家庭的茶会 也要有主理 小组的聚会 小组的婚姻聚会 也要有人来主理 或者是大众部道 也要有人来主领 什么大型小型的部道 都是要有人来主领 那这主领人员的 身心准备 第一个 要为自己 为听众祷告 为自己 为听众祷告 第二个 计划 你好 讲章 讲章要讲 事先你好 第三个 部道会前 需要有足够的睡眠 足够的睡眠 通常才会清晰 第四个 要具备安稳喜乐的心情 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放开 不要太过紧张 这是主领人员的身心准备 要为自己 为听众祷告 求学书开启他们的心 要拟好 这个讲章 要有足够的睡眠 要具安稳喜乐的心情 这是主领人员 身心的准备 其实这跟 我们平常在领会讲到 一样 都要具备这些 身心的准备 这是人的部分 第二个 事的部分 事的部分 第一个 我们要有祷告主的事工 祷告主 教育的步道要祷告主 福音主 祷告主 事工 一般事工主 设备主 这些都要把它弄出来 各进其子 节目主 陪坛主 宣传主 很多组 这些都是需要 如果要大动步道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 做一个分类 首先我们看这个祷告主 祷告主做什么呢 就是专门为步道会 来特别祷告 特别祷告 祷告的内容 包括 侍奉人员的名单 慕道者 还为那些 决志信主的人祷告 祷告的内容是这样子 为步道会 步道人员 不是侍奉人员 步道者 决定信主的人 来祷告 天天就是为这些祷告 大部分祷告主 都是一些年纪大的 他可能没有办法 从事一些 比较粗壮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 培坛 其他的宣传工作 尤其是老人团契 把它组织起来 不然的话 他们步道不知道做什么 他们觉得 步道教会那么大众 教会那么重大的事情 我都帮不上忙 其实不是帮不上忙 我们回去之后 就把那些老人家 集合起来 你们现在有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摩西的工作 山下打仗的工作 让我们年轻人来做 山上祷告的工作 你们这些老人家来做 一天到晚就是为目道者祷告 为教会施工祷告 为服事的 目道的 为目道友 为出信者祷告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他们可以做得来 一般教会老人家都不少 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几岁以上就老人家 我们那边是65岁就是老人家 集合起来 一般教会老人家大概占四分之一以上 一定应该有 你看四分之一强 这祷告的生命是会震撼天地的 他们白天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晚上应该更没有什么事可做 所以如果我们步道会之前 能够把这一组集合起来 专门为步道会来祷告 这个力量很大 那祷告不一定要到会堂祷告 可以到会堂祷告 不能到会堂祷告 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 六点半到七点 这是祷告主 为教会事工步道会 事工人员 这个目道者 还要决定心主的人祷告 六点半到七点 不管你在哪里 就是跪下来 或是站着 或是没有办法站着 没有办法跪下 坐着也没有关系 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 礼拜六 安息日 聚会前 大家都来教会 老人家先到教会来 就是有人主领 来祷告 为教会祷告 这个老人家一定要组合起来 不然老人家会觉得我没有用 教会的工作我都不用做 我只是来聚会 这样而已 他觉得在教会里面 他什么都不能做 那这一批这么有用的 这么有精力的 这些属灵上的一些顾问 我们就把他放在一边 太可惜了 我们就把他当成好像摩西一样 来祷告 然后我们先带领他们祷告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交给这一批老人家的 其中一两个 轮流的来带领他们做这个工作 做联系 然后我们就跟这几个老人家联系就好 这个就是让他们来谈 这个所谓的老人团契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有时候就为他们办一些活动 办一些可以造作他们的活动 比如说老人的健康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一些小活动 或者是教会关心他们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觉得 教会也跟我们拉上线 他跟教会的关系越来越好 老人家要祷告 特别有功效 因为他们举起圣洁的手 为教会祷告 这一组相当重要 这是祷告主 那如果教会 如果教会没有很多老人的话 怎么办 也没有关系 我们教会可以在 安息日聚会后 的最后一次祷告 加强祷告 通常我们都祷告半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一点聚会到两点 我们就祷告了两点半 两点到三点 就祷告到三点半 特别会 布道会 或者是 联恩布道会 或者是 什么样的聚会 教会事工来祷告 每个安息日下午就这样子 这也是祷告主的事工 这是第一个祷告主 第二个 节目主的事工 节目主 我们就选了几个 同工 对于这个布道会的安排 有比较概念的 他就负责 我们这个布道会的整个流程 怎么样来进行 他负责了解对象 布道会的特性 性质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布道会 然后排上节目 包括 邀请哪些人 来主领 来领事 来见证 来献师 来政道 当然这一批人 一定要经过 职务会 同工会的同意 比如说我们三个是节目主 我们安排好了 我们要在同工会议的时候提出来 我们这一次的布道 用这些人 用这个方式来布道 好吗 同工会 大家觉得 嗯 不错 那就这样去做 不能够说我们弄好了 就去做了 不是 我们还要同工会来 来认可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把我们所要做的节目 因为有这一些节目主的安排 让我们在布道的工作上 就可以很轻松的来推动 那凡事一定要经过同工会 同工会 那大部分节目主所弄出来的一些节目工作 应该同工会都会支持比较多 因为我们是委托他来做这个工作 他也很用心的来找人 来安排 那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就按照这个节目来做 好 再来第三个 在布道会的里面 我们要设一个陪谈主 陪谈主 就是一些对道理比较清楚的 因为木道友来参加了 有时候他们所听见的道理会模糊不清 有时候他会发问 陪谈主就是陪在他身边 帮他翻圣经 他有什么问题帮他解决 帮他解释 帮他接待 这叫陪谈主 陪谈主 那陪谈主人员 当然是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我们看木道友的多少 多的话我们越多越好 一个人陪在另外一个人的身边 陪在那边少的话 一个人陪谈主也没有关系 这是陪谈主的施工 陪谈主一定要训练 一定要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他们对教会的基本道理 和陪谈技巧 你怎么样跟人家陪谈 你遇到这些什么问题 该怎么样来处理 什么问题 该怎么样来答 这些都有一些训练课程 有训练课程 专门陪谈人员的训练课程 这样子的话 让来参加 木道会的木道朋友 有人陪在他身边 解决他所有疑难 包括生活上的 包括接待 包括圣经里面的道理 包括正道人员所讲的道理 不明白的地方 也可以借着他来做几次 这就是陪谈主 第四个 宣传主 没有人去宣传 绝对达不到他 木道会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用宣传组 宣传组 我们可以印制一些宣传单 或者是小册子 或者是邀请卡 或者是做海报 我看这些在这边 可能用的不多 但是宣传组 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 我们这边可以做 很勤的去 去各个家庭里面做宣传 比如说 我们教会有步道会 最基本成员是谁 最基本成员是谁 信徒 对不对 宣传组就是去告诉我们的信徒 尤其是那些比较少来教会的 因为他比较少来教会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信息 宣传组的人员就是分成各组 把教会的总人数分成几区 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负责一区 你就是去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步道会 请你带领步道朋友来 好 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认为需要的人 请你带他 在什么时候 几点开始 我们做这些什么节目 我们其实事先可以自己 画一个这个节目单 你告诉他 一定要去宣传的 至少信徒都知道了 来了 整个步道的感受都不一样 如果连信徒都不知道 我们有步道会的话 这个步道会步道起来 没有什么热气的 所以宣传组去宣传 请访问 请探访 那我们把这些宣传的人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 我们把整个教会的人数的区域 划分整个几个区 好 你们几个人顾问这个区 顾问这个工作 第一 就是告诉他们 几月几号 几点 我们教会有什么步道 第二 告诉他们 我们这一次步道的主题是什么 第三 跟他讲 请你也带你的朋友来 也带你的亲戚来 因为我们教会这次的活动 是要把整个耶稣的恩典 来介绍给父道朋友 那我们已经祷告很久了 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同工 带来一定能够得到恩典 是宣传组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这个工作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 我们这几个是宣传组 你负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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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宣传组的事工 好 第五个 是场地布置组的事工 会场的布置 这设备组 设备组 我们这个布道会啊 就是要设备 设备 那设备不是 部署的像这个 像这个舞台一样 不是 你要去设备什么 麦克风 电器 如果夏天的话 你要想办法 怎么样让这个场地 不会太热 不会太热 这个设备组啊 要去动头脑的 动头脑的 如果发生 这个 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这些都是设备组 要去处理的 然后在 布道会之前的 几个小时 就要把整个会场都弄好 整会场都弄好 比如说要限制 你就要赶快 吃班的这个场地 要怎么弄 都弄好 设备 电器 什么都弄好 这设备组 设备组 不用擦一盆花 白个盆景 这个盆景 这些都能够营造 整个会场的一个 气氛 让来参加的 布道朋友 看到说 这个教会 有那种生命力 那种生命力 这是设备组 大概我们一个 布道会 事前的准备 关于事的方面 就是有这五个组 第一个 打抱组 第二个 节目组 第三个 黑坛组 第四个 宣传组 第五个 设备组 这些我们可以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如果我们回去的话 用这个方式来推动看看 当然这些都要跟同工 同工会的时候 大家提出来 我就来聊一聊 那怎么来做 我们做一次看看 做一次 有了一些成效之后 我们就往下一直做 那做下去的时候 这种布道一定能够 招聚很多 布道朋友 因为我们从点 到线 到面 从各个家庭点 到小组 到急中布道 到我们这个大会场的布道 你看一年贯下来的话 我们就 能够得到一些 在这个工作上面 一些成效出来 再加上我们就打告组 绝数同战 那一定没问题 这是 这个布道前的准备工作 成立各组 成立各组